多边形的内角合你已经会了 是n-2乘180 那外角合呢 咱先来明确一下 啥是外角合 每个定点都取一个外角 这些外角的加合 就是多边形的外角合了 说白了 就是每个内角的临补角相加 那就可以用n个180 再减去所有内角来计算 也就是180n减去内角合 就是n-2乘180呗 整理一下 哎 n就没了 结果是360度 也就是说 不管n是多少 多边形的外角合是个定值 都是360度 所以比起随着n的改变 而改变的内角合 外角合360这件事 会让计算更简单 比如这个题 一个正多边形的外角是36度 那这是个正几边形呢 根据外角合是360度 又因为正多边形 各个外角都相等 你只要用360除以36 就能求出边数 这是个十边形 类似的正n边形的外角度说 就是360除以n 用这个求正n边形的内角度数 也很方便 比如让你求正20边形的一个内角 是多少度 你就可以先求出来外角 是360除以20 得18度 再用180减去18 内角就是162度了 怎么样 是不是很好用 牢记多边形内角合公式 以及外角合360 再跟维师来看一道题 若某个多边形的内角合 是外角合的4倍 则这个多边形的边数是多少 这一看就需要列方程的嘛 内角合是n-2乘180 外角合是360 它是它的4倍 那就是n-2乘180 等于360乘4 解这种方程 一定要先在等式两边 约去180 这就成了n-2等于8 那n就是10倍 这个视频我就给你讲了一件事 多边形外角合是360度 你看见外角合 默默替换成360就行 好了就这样吧 快去做题 白了白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能也有什么时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